好 那我相信現場之後的朋友們 在今天進來我們的這個記者會場地 就看到我們的主視節背板 應該就有看到 在這次2018台北加打工藝馬拉松當中 我們有一位非常重量級的跑者 也來參加賽事了 同時他也是我們2018台北加打工藝馬拉松的賽事代言人 各位現場嘉賓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歡迎Selina 現在是讓我們在場所有的美女朋友們 來張開拍一下畫面 有需要眼神的朋友 手可以稍微平一下我們先從中間的攝影大哥開始 好我們看一下中間 中間的攝影大哥 好再看右邊 右邊 好我們再來中間下面 中間下面的部分 中間下面的部分 好然後左邊 好然後中間上面 九分層 因為我們大家都太熱情了 好 因為頭髮 好 好 來我們後面呢 有一些電子美女朋友 所以我們從左到右 跟他們打個腳步好不好 來 從左到右 好 OK我們再看回中間 來中間有舉手的這位 請大家坐在中間 好我們再次非常謝謝我們美女朋友們 我們非常歡迎今天呢我們Selina 可以來到現場跟大家 見面大家都非常開心 一開始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好嗎 哈囉 現場所有的閨靈 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Selina 是其實大家都很開心看到妳 因為其實之前呢 Selina在賽事方面的表現 其實都讓大家互相非常深刻 而且妳真的是 讓當時真的是感動非常多的人 不過啊我覺得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都有在Follow我們Selina的臉書啊 也會發現到 最近好像除了工作之外 分享的都是吃吃喝喝 對 好像跟跑步已經有一點點距離 這是怎麼一回事 沒錯 其實我已經瘋腳大概有 瘋好瘋腳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最好的錯誤示範 就是之前因為有泥跑步嘛 然後有參加一些賽事 但是我自己跑完就是想放鬆 但是沒有做到真正的放鬆 還有舒緩的運送 就是這個部分其實也不能少 所以就現在這樣累積下來 然後我就爆發了足底筋膜炎 其實很多的保險也都有這樣的困擾 那為了希望有一天還可以再一次的跑步 所以我就休息 然後去接受了一些足底正播的事 那這一次怎麼會想到要參加 因為你這樣隔一年多休息了這麼久 怎麼會想到要來參加我們2018 台北加拿大公園馬拉松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我參加的 算是一個挑戰 我接下了一個挑戰 因為這個加拿大公園馬拉松 是最多視障朋友參與的賽事 沒錯 讓我知道視障朋友可以參與賽事之後 其實我自己是非常非常訝異的 然後我也很佩服他們 也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一次呢我要接下一個挑戰 就是我要當三公里的視障陪跑員 所以你要以當陪跑員來作為你的付出嗎 沒錯這就是我的付出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然後為了這個挑戰 我也要開始的穿上我的跑鞋 然後練習 那你的腳沒有問題嗎 可以可以 其實因為已經休息了一年多 其實還蠻好的狀況 所以在1月28號的時候 會以最佳的狀態來迎戰 沒錯 那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剛剛有講到 你要擔任我們的這個市場Pay跑員 那你的partner 聽說今天也來到現場對不對 是他就在我旁邊 我來下去帶他 你是影師 是 我們歡迎我們的市場選手 石影師小姐 是 那他也是我們這一次呢 Selina的陪跑 我的招呼 是 你是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 各位打招呼跟媒體朋友 大家好 是 我跟影師有一點緊張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鼓勵他一下好嗎 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的影師 這一次啊 是 很難得是由我們的帶領 Selina 來陪跑 感覺怎麼樣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知道 Selina很會跑步 那我其實還蠻緊張的 是 那其實以前呢 就是我們剛來 有舉辦了五年的跑步 都有來參加 年底都有參加 那你都參加幾K的 其實我跑的不長 就是3K 但是都是以 跑跑走走 輕鬆的心情在做 對 他剛剛私下就有跟我說 他其實就有一點感情 因為他以前都是這樣跑跑走走 他怕說會不會被拖累你的程度 不會不會 因為我才怕拖累他 看我們兩個真的是很合 一開始 都怕拖累他 是 因為我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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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他就在帶森林公園 就是練習 對 然後我就在跟他講說 這一次我要擔任這個 世上陪跑員 他說 世上陪跑超快的 因為他在練習的時候 他就看到世上陪跑員這樣 就是很快 對 然後他就覺得 怎麼就是很亞裔這樣 所以我就很擔心說 那這一次 萬一我要陪跑的人 他是很在意他的 譬如說他的賽事的時間 是嗎 我就會拖累他 對 我要訓練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是最佳的 我們是天生一對的 真的不錯不錯 從一開始就有絕佳的默契 對不對 自在參加 對不對 對 就是要讓他可以很平安很順利的 跑完這個賽事 沒錯 那其實呢 這次我們剛剛有講到 2018的台北加大公園馬拉松 其實已經是我們的五周年了 那這次的賽事當中 有非常多非常豐富的內容 聽說兩位既然是參賽者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呃其實我在練跑的時候 都會關於身體頭髮 那呢 今年呢 我們10K 有那種就是 組合 對 揪團挑戰主 對 是 對 Selina跑步的時候 也會想要找朋友一起跑 會 就是 對 因為大家一起去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揪團 因為人越多你就會 就是 就是 就算累 就算挺起來 但大家可以互相互 是 如果跑起來 我一定會敗勁 真的 而且就像 剛剛自主練習的時候 你可能約10點 然後時間到 因為別人去 你也不得不去 對 是 對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 剛剛有特別提到呢 我們就有10公里的 中暖挑戰主之外呢 剛剛兩位有說要做訓練 對不對 我們這一次也有這個高地盒 做跑者訓練營 所以呢 我們的Selina跟這個 我們的影子也可以去參加一下 我們就希望讓我們的跑者 都可以有多元的 多元化的參賽方式挑戰主 那Selina呢 你自己覺得 你這一次 參加賽事最特別的地方是哪裡 我非常喜歡的呢 就是我身上的這些 是 是 是 經典呢 特別的顏色 而且是為女性設計 是 看我腳好的腰身 有沒有 所以除了我本身瘦了之外 其實衣服也幫到很大的 容易是我最喜歡的粉紅色 所以這次的Selina 我很喜歡 真的 終於顧慮到我們的女性朋友 對不對 而且我們後忙的Selina 不用說都非常的舒適後氣 那除了這個之外 聽說還有別的 讓你很吸引的地方 我覺得 因為對於有參加賽事的跑者而言 每次拿到那個獎牌的時候 都覺得非常的有紀念意義 對 而且你只要看到獎牌 你就會想起這一次 賽事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次的獎牌 對 那我經歷也有提到 上面有水晶耶 沒錯 我們上面有這個Swarovsky 施華洛士奇的水晶 而且你知道是由 黑 紅 白 水晶排列 它是象徵我們國際公認市場所 專用的手帳 所以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是 那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為了 希望能夠提前慶祝 我們Selina跟影師 能夠完賽 並且有好成績 所以在今天 我們沙打銀行的林總經理 要提前製造我們非常漂亮的獎牌 給我們兩位 哇 我們掌聲歡迎他們好嗎 首先我們先發椅子在上 好 是的 我們相信呢 在我們這個獎牌 總經理的加持之下 我們一定都能夠順利完賽 而且一定都可以拿到 還不錯的成績 好 來 那我們請 首先我們站在中間好不好 然後跟兩位一起來 喝一杯 我們也站在中間 等等等等 好 來 那我們請兩位 可以拿一下獎牌 我們現在好像就已經 打到終點了好嗎 好 我們看一下前面 中間 中間我們看一下中間 這一張 中間 中間這一張 然後看一下右邊 右邊的這一張 有需要一點神手 可以稍微取消 我們再看一下中間 中間喔 中間喔 有舉手的大哥 好 中間 好 OK 我們再次就要謝謝 我們再次一切 謝謝我們的總經理 謝謝喔 請董事一切請回座 那接下來呢 我們讓我們的 Selina拿著腳牌來拍照好嗎 來 好 對 我們先讓Selina拿開 好 欸 我們要看一下 跑完了 對 已經跑完了 可以直接吃腳牌了喔 那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呢 Skorsky特別 為我們設計的 好 來 可以看一下中間 你們有需要一點神的話 手可以稍微取消 我們先從中間前面 中間前面 好 然後 右邊 右邊 然後 左邊 左邊的Selina大哥 好 我們再看回中間 中間這邊有舉手大哥 中間有舉手 好 OK 好 來中間前面 好 好 好 來 好 來 可以的 OK的 開玩笑對不對 好 看後面 後面的Selina大哥 後面 後面Selina大哥 要親一下 要親一下是不是 好 是的 我們看這個狀態 因為狀態真的很棒 好 那我們這邊呢 請我們影師幫我們Selina一起 OK 好 來 OK 好 好 不要我們看一下 前面中間的Selina大哥 中間 好 有需要也是手稍微取消 中間 好 中間下面 中間下面 好 然後右邊 右邊Selina大哥 右邊 然後再看我們中間 中間 中間有舉手 中間有舉手 大哥 好 中間 然後再看中間後面 好的 我們再次非常謝謝我們Selina 謝謝我們影師 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朋友好嗎 也祝福他們 能夠 對 我們也祝福他們能夠 在我們2018 台北加大公益島 阿松都可以跑出好成績 那麼再接下來呢 我們馬上就邀請我們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路保協會主任 曾智葉曾主任 來為我們今年賽事來露桌 我們歡迎主任 謝謝大家參與 謝謝你們 對於這場加大公益馬拉松的支持 剛剛許多的重點其實 各位與會的來賓 還有 就是都為我們帶到 這場馬拉松是全台唯一一場 從熊公子開跑的一個馬拉松賽事 全台唯一 從熊公子開跑的 OK 那也因為呢 在這個 這場活動已經舉辦了五周年了 所以我們今年呢 還有許多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剛剛有介紹 比如說有這個 Swagoski的專組的五周年紀念獎牌 那除此之外呢 這場活動 我們除了就是 有專業經過 Games賽道 認證上來的這個 馬拉松組 跟半城馬拉松組之外 我們有 十公里的路跑組 還有 合家歡樂的休閒精神組 除此之外呢 剛剛有提到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們今年有一個 10K的這個 秋團挑戰組 這個秋團挑戰組的賽事呢 是2018年 所全新創造的 那這個秋團挑戰組 最主要是有八位的成員組成 那其中有三位名姓 那五位名姓 那屆時呢 這個成績 就是由這八位 這個參賽者 組成的成績 來作為他們的計算的標準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秋團挑戰的概念 一起秋團來跑步 一起秋團做公益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 謝謝我們的 也任何主持人 謝謝請回座 好的 那我相信呢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也都非常期待 我們2018年1月28號的 台北 渣打公益 馬拉松的開口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進行 今天的請動儀式 那我們要邀請 我們幾位長官跟貴賓 來到我台上 為我們進行 首先我們要邀請的是 渣打一場 總經理 林總經理 歡迎 歡迎 以及我們 台北市政府體育局 專委 女生員 專委 歡迎 以及我們 中華民國 陸考協會 范章瑞榮 榮葉理事長 歡迎 以及我們台灣 澳地行銷處長 沈來妮懲處長 歡迎 同時我們要邀請 我們代言人 Selina 以及 市長 陶神儀師 來到我台上 跟我們一起進行 今天的啟動儀式 接下來我們將會請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將我們啟動儀式的彩帶 交給我們所有的貴賓 等一下呢 我要邀請在場所有的朋友們 都可以請告訴 3 2 1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請 所有的貴賓 拉下你的彩帶 為我們啟動 好 那在我們啟動之前 我們先請所有的貴賓 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前面的攝影大哥 我們先來歡迎 投影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中間 中間的攝影大哥 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大哥 好 來 OK 好 我們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大哥 好 好的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要邀請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跟我一起倒數 3 2 1 你吃過 那我就可以請我們的長官 為我們拉下彩帶 各位都準備好了嗎 3 2 1 2 0 1 8 沙大公益 馬拉松正式開場 好 所以下面我們 再次給我們掌聲 好嗎 好 我們請我們的長官呢 可以問一下彩帶 然後我一次才稍微 靠近一點點好嗎 好 我們靠近一點點 一起來可以的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 難色的機會 好 看一下 前面的攝影大哥 然後 稍微比個3 好嗎 來 然後我們一起來請用 是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前面中間攝影大哥 好 來看一下中間 中間攝影大哥 然後我們再看右邊 右邊攝影大哥 好 好 再看左邊 最後我們再看回中間 來 中間呢 有隻手的 各位攝影大哥 我們再看一次 好 謝謝美女 謝謝我們一支 再次非常謝謝 我們請長官們都可以先請回座 接下來我們馬上就要來進行北中南500公里市場接力的開口儀式 我們會邀請所有的美女朋友們現在可以和我們公眾人員的寶妮到我們台北中南海溫Center外頭狗門處來進行我們的開口儀式 他們的墨 Isaac 很突然 不是 50 2 7 ные 9 7 9 9 他店他店几点房也在外面 他店几点房也在外面 半門250 我们的官方摄影了 对对对对 谢谢照顾 在你后面 看一下这边来 谢谢 谢谢照顾 联盟一起带 有这样的帮助 可以了 可以进去 你要到那边 好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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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这个没有 这个后面 这个时候开始不高兴 是的 有时候有机 这个时候开始不高兴 这个时候开始不高兴 好了 要不然这是意诸看 这样 然后剩下的 我给你收250就好了 小龙我们就过去那边 我們台灣那個空間呢 好帥 所以等一下臉好還是會不會有去 等一下我們先過去呢 不會啦 會不會到哪裡去的 不要 不要烏鴉 不要烏鴉 這個時候 要起車所以今天不能下 再下去 不敢不敢不敢不急不急 不敢不敢不敢 有辦法有敢 沒有辦法有敢 我才知道 然後有一個壽司 兩個壽司 然後他一個大盒照 我跟你講加入他一個大盒照 然後今天來就是敲螺 敲完螺 敲完螺搭到後面就 好各位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要再次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與我們2018台北渣打工藝馬拉松 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我們北中南 500公里市場接力賽的開跑儀式 那活動一開始呢 我們要特別邀請到我們渣打銀行總經理 林允諾林總經理來我們大家說幾句話 我們歡迎我們的總經理 來我們要邀請我們的總經理 總經理正在一一的跟我們的選手們加油打氣 我們邀請我們的總經理來跟我們大家說幾句話 來 歡迎 再次謝謝大家 還有呢要特別感謝我們今天的選手 剛剛我們開了自準備 馬拉松的公開放零正式開始了 現在我們要啟動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創組 就是呢我們500公里 北中南的市場的接力賽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一開始我聽到這個想法 我其實是非常興奮 因為可以通過這個活動把我們整個 理念呢不單單是在台北可以推防 可以讓我們全台灣的朋友都有機會參與在裡面 但是呢一想到要怎麼安排這個很大的活動 但沒想到在我們很多夥伴的幫助以下 我們的技術家團隊的努力是很快 我們就找到了超過250位的朋友 加入我們今天的這一趟這個活動 所以呢這會是一個六天的賽事 250人次的一個參與 250人次的一個參與 有49基本結法 當然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的合作夥伴也給我們很多的支持 一路有奧迪的車幫我們開路 然後呢我們都是穿著非常非常好的合法運動公司的一個運動 所以呢在這裡呢 我希望宣布了我們這個日賽正式的開始 也祝願每一位跑手都可以跑出自己的最好的成績 跑出快樂 跑下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在接下來馬上邀請我們的 Andro夥伴代表台北市市場者家長協會 責任全成績市場來為我們大家收起聖望 歡迎 總經理 那渣打的朋友們 各位貴賓 以及我們參賽的市場朋友們 大家好 好 那500公里的全台 馬拉松接力賽 專門為市場者而辦的 這是第一次 那希望這是一個好的起點 也希望這個能夠為台灣帶來更好的未來 那在今天的起跑一室裡面 我們有很多 台灣最好的市場跑者 來這裡一起參加 那我只代表所有市場朋友 結束的單位們呢 為這個跑步的活動感到感謝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呢即將起跑 祝願大家保護勝利 一切成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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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麼在接下來呢 我們總經理剛剛好像特別說 他還有一些補充想要跟大家講話 來 我剛才太興奮了 忘了真的我想要很重心的感謝 所有我們的合作夥伴 沒有他們的支持呢 這樣的一個那麼巨大的決策 不會成功的 所以允許我呢 給我30秒的時間感謝我們這些夥伴 包括台北市場者家長協會 謝謝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台灣新興障礙者就業權益 促進協會 台中啟明學校 黑暗對話社會體驗 中華民國新興障礙者就業發展協會 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國立中山大學及校委會 台灣盲人重建院 高雄盲棒雄霸隊 還有當然剛才我已經說過的我們的奧迪 我們的Sawasky的這個 奧馬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董經理 那我們在接下來呢 我們快速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次北中南500公里市場接力賽的賽制 我們6天的挑戰呢 將會有250個人次合力完成 在6天將會經過12個縣市 其中包含新竹縣台中市以及高雄市 將會以最熱情的方式來鼓勵我們的跑者 那麼在今天我們台北市區 將會以5個棒次50公里完成接力 同時我們依照國際標準 將會在每個5公里設置一個補給站 讓選手能夠力氣補充體力 那你可以看到在前方50公尺呢 我們將有警車 我們非常感謝艾本市政府交通局 特別賣出了警車開路 那麼在警車前方呢 有兩輛的領跑機車 之後將會有我們高密專業的領跑配速員 以8分速的速度 讓我們選手們可以輕鬆完成它的棒次 同時在選手的後方我們將會有保姆車 如果有任何的狀況呢 我們都會有非常舒適的環境讓它休息 同樣的我們也有防護員為選手放鬆肌肉 最後我們也配備非常重要的救護車 以備有緊急的需要 好的 接下來呢 馬上就要來進行 我們今天北中南500公里市場 接力的授旗儀式 我們要邀請我們在這次收集之前 我們要邀請加拿大銀行總經理 率領我們加拿大銀行的高階主管 安全夥伴為我們的跑者們加油 接下來我要請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 第一棒的市場跑者們列隊出席 首先我們邀請的市場選手 陳忠祐 平跑員Rogerine 市場選手劉千任 平跑員陳天赤 市場選手林宥辰 平跑員蔡宗宣 加拿天使陳忠輝 以及我們七點八公里配速員 王雅芬 市場選手賴智傑 平跑員周曉蘭 市場選手徐維亞 以及平跑員洪文言 市場選手林怡璇 還有陪跑員鄭忠堯 市場選手林信廷 以及陪跑員張財妮 市場選手徐再軍 以及陪跑員溫家成 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我們所有的 長官我們總經理 加拿大銀行總經理 率領我們加拿銀行的高階主管 就夥伴 以及我們的代言 一起來為我們所有的選手們 一一加油打氣 我們跟他們起場加油 各位先生嘉賓 我們跟他們掌聲好嗎 那我們請我們總經理 為我們的選手們擊掌加油 叫他們在四天安靜熱情的掌聲好嗎 真的我們希望 等一下正式開跑之後呢 我們所有的跑者們 都可能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麼在今天開始呢 也上升了我們2011發 在北米加拿多一馬拉走 在今天下午的四點鐘 也將會正式開跑 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樣的一個比賽 讓所有的朋友們都可以來關注 我們市場朋友們多元修練的議題 但也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們 在我們的加油打氣中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績 是的 希望朋友們 我們再次給FD熱誼的掌聲好嗎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馬上進行 我們比賽賽前的授棋儀式 這邊有請我們渣達銀行總經理 林遠東 林總經理 以及我們渣達銀行 變銷小組的陳忠祐代表進行 我們請忠祐出列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會請我們總經理 準備將大祺授予給我們跑者 好 現在我們請總經理 將大祺授予跑者 我們渣達銀行地銀小小組的陳忠祐 接過大祺 觀眾朋友們 給他邊掌聲 好嗎 我們現在在帶著照片跟整個 要從事上多元就業之外 轉眼睛 送來 帶來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耶 是 我們總經理稍微靠近 我們一起合影留念 我們一起hold著 來 我們大家一起hold住 一起交放 交放的一個感覺 來 我們看一下前面攝影大哥 看一下中間 中間的攝影大哥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非常感動的一刻 我們再次 來 我們再次給阿部邊掌聲了嗎 對 這是一個非常感動的時刻 我們希望這個祝福可以帶給我們全台灣所有的市長朋友 再次非常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邀請所有的朋友們在開跑之前我們可以合影留念 好 來 那我們接下來請我們的所有的選手們可以稍微靠近一點點 我們第一排的選手可能要先蹲下 好 來 我們第二排的話可能有點半蹲這樣子 好 OK 好 來 我們會安排 我們把這邊都安排好之後 好 這邊可以嗎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長官 還有貴賓 我們到中間 好 OK 來 我們後面的朋友麻煩 一定要自己找飯吃 要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中間 有需要眼神的攝影大哥 手等一下要稍微舉一下 這樣大家才知道往哪邊看 好 我們先從 來 大家來一個起跑的動作好嗎 對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我們的起跑點好不好 好 我們先起跑 好 我們先起跑 好 來 OK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前面中間的攝影大哥 來 這邊 所有人這邊 好 中間 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大哥 好 準備要起跑了 OK OK 好 我們再看一下中間下面 好 中間下面 OK 右邊 左邊 好 左邊 左邊 有需要眼神的攝影大哥 可以稍微舉一下喔 好 我們再看一次中間上面 來 有舉手的這個 再往外手的這位 好 大家可以微笑 看一下中間 好 再次非常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要馬上進行 我們北中南500公里製造激烈的 拍跑儀式了 好 我們現在請我們所有的選手 還有長官可以移動到我們拱門後方 我們準備要來開始起跑囉 那 同時我們也要邀請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要麻煩你們 因為等一下呢 我們的 線上跑者們 他們就要往前面起跑了 所以要請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稍微抵一下 抵一下您的腳步跟機器 我們要到紅樓的旁邊 好 我們稍微再往後退好嗎 謝謝 來 我們又要請 我們請我們的選手們 可以再往 盡量再往後面一點點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總經理 還有我們Selina也都加 我們的總經理 好 我們看我們的總經理 在這邊已經加入我們陪跑的隊伍 接下來我們為了邀請我們的 通華民國路跑前衛 奈嘉瑞 榮毅理事長 以及邀請代表陳學生理事長 等一下呢 會為我們 我們 敲羅起跑 我們現在是不是先請 超羅的兩位長官 我們稍微手舉一下您的 來 手舉一下您的摩托 我們看一下 我們攝影大哥 我們先來合影對不對 來 兩位這邊喔 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邀請新老師的朋友們 跟我一起倒數 3 2 1 之後 我們就請兩位長官 可以用力敲羅 就代表我們今天呢 主要開始正式起跑囉 好 來 我們現在 各位現場的朋友們 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選手們都準備好了嗎 好 好 Are you ready 那我們要請新老師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倒數3 2 1 囉 準備囉 3 2 1 可以重達500公里 現場接地賽正式開跑 我們帶著掌聲 請幫我們所有的朋友們加油好嗎 我們祝福你成功完賽 那我們在這邊 再次非常謝謝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們的鼎力相助 那接下來我們在我們的室內 將會進行我們的媒體聯訪 我們邀請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可以稍微移動你的腳步 對阿聯絡 如果他們從這裡來都沒有 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 今天我們已經收到 所以我們要去那裡 那就是我們把你的啟動 冰獅子 好 我們要去那裡 好 我也要去那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往前 往前 我不是讓得虛名的 你們都幫我拿喔 好 你們都要幫我拿 這隻怎麼那麼不貼心 來 危機 這邊 這兩個好像會 因為這邊有低的機台 大家都可以了嗎 好冷 等一下這次又要練跑了 有精力準備 其實我還蠻興奮的 因為我早就已經就是 越越越跑 因為風角真的已經一年多了 然後也接受那個足底正波的治療 就是讓自己的足底 筋膜也好一點這樣 然後因為1月28號的時候 我要擔任三公里 這次是挑戰三公里 但是因為我是市長陪跑員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凡 因為我不僅要 用我的肢體告訴他 我可能還要注意一些路況 然後我甚至希望我可以 有更多的心肺 有更多的力氣 可以告訴他沿路的風景是什麼 或者甚至我們 跑在我們旁邊現在是誰 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要足夠的體力 那大概最近就會開始練跑了吧 對 是因為那個 怕那個市長朋友 跑得比你還快嗎 因為其實他們好像跑步都還蠻強的 我之前其實很害怕 因為 我就想說要擔任那個陪跑員 但是我怕我拖累他們 因為我之前有朋友 在大安森林公園 他們那邊練習的時候 就說有看到市長朋友在練習 他說他們真的是 像光速一樣的快 真的 因為他在練三鐵 他說他這樣咻咻咻這樣跑 然後我就壓力很大 因為我想說他們如果跑這麼快 可是我卻 就有點像被他們拖著跑的感覺 我就很怕耽擱他們的成績 結果後來才知道 原來有稍微做一下配對 就是配對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影師 他也是之前都是參加三公里 然後他也就是 算是跑跑走走 就是我們都是比較像是 那叫什麼 就是心靈層面的跑 就是主要是 自在參加 然後完成賽事就好的 所以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其實如果我真的站太久 或是有時候穿一下高跟鞋的話 他偶爾還會稍微要再爆發的邊緣 但我就趕快 就這次就學怪了 就會瘋狂的用一些滾筒 然後去放鬆我的小腿 然後跟就是腳底踩那個網球 對 因為我相信有得過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有一點點如影隨行 你一旦站得太累 或是沒有放鬆 或是鬆懈了 他就會大爆發這樣 所以剛剛說衣服真的幫忙很多嗎 是不是真的 其實衣服沒有幫忙 不信你來摸 對 就是 因為我最近 就是還是持續的在 就是看營養師 然後 我自己是蠻感謝營養師 因為有成果 就是體脂也掉了 然後 就是體脂肪也掉了 體重也掉了 然後腰圍也 腰線也漸漸出來了 就很得意啊 而且我最近試衣服 有一次很好笑 就試了一件 就是大名牌的衣服 我就不講什麼牌子 就是大名牌的衣服 然後我就說 這個大名牌的衣服這麼好看 怎麼可能沒有人穿過 然後那造型師就說 喔 因為它尺寸真的太小了 沒有人穿得進去 我就說 我一定穿得進去 然後我就硬塞 硬塞 然後就整個都就是 拉鍊硬是拉起來 可是扣子其實有點崩開 然後我就硬穿了 我還是穿了 然後那一整天呢 我就這樣非常的緊繃 因為連動都不敢動 因為一動可能就怕那個扣子會崩開 但是我覺得 因為對我自己現在身材比較有自信 我就說 再小我都一定可以塞得進去 的這種心態就硬穿了 所以到底要瘦到什麼程度 沒有 因為我一直很無奈 你知道嗎 因為我歌迷都說 那個 娜娜的小身板 然後撐不住她的大腦袋 就是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頭圍是撿不了 對不對 你胸圍腰圍 臀圍都可以撿 大腿圍都可以撿 就頭圍撿不了 那我為什麼頭很大 然後我又一直跟我的營養師講 我說 我這個臉啊 就是臉虧 就是Nana就是臉虧 然後就臉 然後雙下巴什麼之類這樣 然後營養師就說 她不是很想讓我撿這邊 因為她說臉的肉啊 如果你撿掉 就是會這樣凹嘛 第一個會先老 然後第二個也是補不太回來 就如果你要補 你就可能就要 就是要靠一些醫美什麼 她就不想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那就算了 反正大家也都看到我瘦了 應該也就原諒我有雙下巴了吧 可是Lina 其實一路走來啊 發生過這麼多事情 你怎麼樣 讓自己保持這麼正面陽光 嗯 你的問題好陽光喔 我覺得你也蠻可愛的 謝謝你 就是 對啦 我覺得我的家庭給我很多力量 我身旁有很多的愛 我的家人 然後我的姐妹 甚至就是 像我的歌迷啊 然後大家都給我很多的愛 所以 嗯 當你會有負面還有悲觀念頭 我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會 那你就試著去找尋 一些正面的力量 你身邊一定有什麼樣的人 你跟他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愛跟快樂 你就不要害怕的 主動去跟他聯絡 然後 我相信 每個人都一定有這樣的朋友 然後你就尋求他的幫助 一步一步讓自己 再慢慢的找回正面的頻道 就是正向的頻率這樣 那就是他應該也收到很多滿滿的聖能量 真的我真的好愛過生日喔 我真的是可以過滿一整個月的生日 然後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身旁的朋友都知道我愛過 所以也都會陪著我一起 就是 就是 吃吃喝喝這樣 然後 我的歌迷朋友 今年就是 他們也是 包了那個公車嘛 買了三台的那個看板這樣 那因為就是 不是只有啦 怎麼怎麼這樣講 講話真的 幫我剪掉這個 沒沒沒 我不是這種人 我其實有先罵他們啦 我先罵他們 然後 然後 可是因為就是三台 所以我就要追公車 因為他不是隨時都有 然後我那天真的追到了 我真的超得意 沒有錯 因為我就是在那一站等 就是 我就等啦 等 還有五分鐘進站 而且就是那一台 然後我就特別等 然後等他來 就跟他拍照 然後我還就是 跟那個乘客還有司機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 因為我還 就是站上去一下 可是我沒有搭乘 所以他們為了我其實耽擱了 大概有一分鐘 然後就跟司機說謝謝 然後司機 司機就說不會 因為我也是你的粉絲 然後就很開心這樣 然後 那一秒鐘真的看到自己的公車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感動的 就是 就是蠻感動歌迷 這樣子愛我 疼我 那你今天學了什麼願望 願望啊 我之前有講啊 就是說 希望 當然希望大家都很平安 然後 也送了一個願望給我的愛權 這樣 就是希望他可以健康平安的多 陪我幾年 然後如果有一天 他真的就是時間到了 要離開我了 我希望他可以沒有病痛 就是 沒有病痛在睡夢中的就離開我 對 就這樣 然後想要哭 對 愛權真的沒辦法 對 愛權真的沒辦法 好 這情緒 對 情緒也太大了吧 反正就是 對 我再講一下就是 明年的這個1月28 台北渣打工藝馬拉松 今天下午4點就開始 開放報名了 但我相信 也不用我胡言 因為每次都是大爆滿 那我覺得我這次能夠擔任這個代言人 然後跟陪跑員我覺得很榮幸 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看到視障朋友 然後也正視他們的需求 然後讓他們有更多元的就業的環境 嗯 就這樣 所以Ella跟那個Heavy除了陪妳 有傳合之外 還有送給妳們嗎 有啊他們都有送我 他們今年不與兒童的都送我首飾 飾品 對 精品 飾品 反正陸續你們就會看到 因為他就會出現在我身上 姐妹的愛就是 就是 無處不在 他們都會陪著我 然後也都寫卡片給我 所以 呃 真的很幸福 謝謝大家 嗯 那他們兩個一起來跑馬拉松 他們兩個啊 跑馬拉松啊 呃 我 反正 我還有很多年可以帶領他們 因為去年我就帶領了妹妹 把妹妹也拉進來一起跑了嘛 所以 我覺得 有一天我就可以 說服他們兩個 跟我一起 來跑步 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